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羊花,三分沸,七分水 可见,水在羊花过程中的重要性 进入十二月份了 我们洗手都不愿用冷水了 羊花更要精心 再做几教化 也不要用这五种水 清着引起荒叶 种着烂根 熬不过冬天 千万别胡吃 刚从自来水里 见出来的水 比较凉 我们用它来这些教育花 花灰的根系就会受到移植 对它的生长特别不利 时间长了 叶子就会发黄 甚至不长个 我们最好的办法 从自来水里 煎出来的水 我们要把它放在羊材上 量塞量填 然后再用来教化 对它的生长非常有利 生活中 我们和剩下的炊牛奶 把它扔了快可洗 直接倒入花铺中 行不行 当然是不行的 因为牛奶在发酵过程中 产生一种热量 它会生气 直接倒入花铺 花会吸收不了 会造成 少少根系的现象 有的花铺 比较聪明 在根花浇水的时候 总是浇板结水 它认为 浇水浇到了 会造成根部腐烂的现象 这样做 是完全不对的 浇花总浇板结水 时间长了 底部根系喝不到水 时间长了 根系就会受到干瓶 引起 红根的现象 你的花仰不死 那才怪了呢 有些花铺 在根花浇水的时候 特别着急 把水活活的往盆里倒 倒成底部脱盆里的水 长期处于 爆满状态 花铺底部的根系 长期处于 煤湿状态 时间长了 根部的底气 受到移植 呼吸很困难 造成根部腐烂的现象 这个季节 行价浇水 都不在下屋浇水 特别生长在大棚里的花 我们在根花浇水的时候 一般都是在 晴天的中午 或者上屋 下屋一般控制浇水 因为价钱的温度特别低 花卉的身上能力也特别软 温度低了 得进去浇水 很容易引起 脱胀 甚至这个根部腐烂的现象 华友们 如果你们得给花浇水的时候 还有这些套物的习惯 千万要改掉 关注我 下期待你了解更多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待